手抓一把浸泡在水裡的三星蔥 受到楷米帶來的強降雨 造成根部腐爛 讓農民們紛紛喊苦 根據農業部農糧署 會整個縣市資料顯示 截至二十五號上午十一點多 光是農作物及民間設施的損失 就高達新台幣五千零七十八萬 其中又以花蓮損失三千三百一十萬 最為嚴重 受損農作物排名依序為香蕉 西瓜 農鬚菜 韭菜等 其次屏東縣也損失不少 高達一千一百四十四萬 宜蘭縣損失三百七十二萬 南投縣損失一百三十七萬 高雄市也損失了一百萬元 不僅如此 中部的花生田被雨水淹成一片 甚至看不見完整花生 水這樣就水如果繼續沒水 就是你要載就很容易啊 還有地瓜葉也躲不過這場風雨 而這只是農作物災情 強風好雨導致膨價往事受損 農業設施也損失台幣三百多萬 凱米颱風帶來可觀風雨 現在農民們只能捲旗袖 處理後續善後事宜 財力新聞綜合報導